OK,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Titcher庸的频道 所以今天提供会讲到的是关于阿西亚的nationalism 阿西亚的这个爱国的一个精神啊,就是反抗殖民者的一个精神 before Titcher庸 go through,还是一样老师呢,要宣传一下我的这个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啊,要得到我的笔记啊,或者是要看到有时候我有直播一些教学的video啊 都可以进来我这个群组了,OK,好,so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个啦,Nationalism the ASEA. OK,so这个topic呢是还蛮重要一下的,为什么呢,因为考试呢是还蛮喜欢问这个 阿西亚的nationalism,这是因为阿西亚在我们国家的附近嘛 所以that's why,比较靠近我们身边的国家,所以考试会比较常问阿西亚的 好,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看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s OK,在菲律宾的这个nationalism OK,so在菲律宾的nationalism呢,我们有这三个人啦,有讲到 George Rizal,Andreas Bonifacio,还有Iguro Agunato OK,一开始呢是由这个George Rizal所带领的 OK,他一开始呢他是比较温和的啦,然后他成了这个Liga Philippines OK,在1892年啦,为了这个西班牙政府呢,让菲律宾能够有这个政治啊,经济跟social 社会上的改变啦,OK 可是过后呢,因为这个George Rizal他失败了,他成立这个Liga Philippines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让这个西班牙政府改变,所以呢 他们就被逼要换到去更加的radical,OK 所以很多国家,你让你们看到啊,他们都是从原本很温和的去到radical 比较激进的,就是要用武力了啦,比如说这个Bonifacio 他就成立了这个Captipunan,也是一个组织啊,为了争取菲律宾的独立 通过Revolusi 就是通过革命啦 So,Captipunan呢,他也是一个改变Revolusi呢,在使用ApaKalayan untukmenyebabkanideaRevolusi 就通过这个报纸,来宣传他的这个idea啦,OK So,Bonifacio跟Aguinato,最后呢,MemimpinCaptipunan Aguinato,他就出绝招了,他就跟美国合作,OK 然后呢,Bajayama,Ussue,Sepayama,成功的把Filipe,把西班牙赶走了,OK 最后,他帮美国打赢了,还有帮菲律宾独立吗 其实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美国 用脑袖都懂啦,美国会那么好帮你独立吗,美国是要利用你,来让菲律宾给美国管 OK,在这就讲啦,在1899年的时候,Dita Dita Dita Ollet American Shedicard,就说 Aguinato他所宣告的菲律宾独立啊,不被美国承认啊,反而菲律宾现在变到在美国的管辖之内 所以,这个Aguinato也是蛮惨厉害的,他本来以为美国帮他争取独立,怎样知道美国帮他是因为美国也想占领菲律宾, 啊,东里,尼泡本 Miami Shedicard,Korangan Nationalist ini mengubah 然后呢 然后呢 就 然后呢 他们就 争取得了 所以在 肯定在一个 你们要记得 第一个是 就是 然后呢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然后他也是有这个透过报纸 来宣传他的这个 然后最厉害的就是 他跟美国合作 最后成功赶走了西班牙 可是到最后呢 美国也没有 让他独立 所以到最后呢 还有这个就是 他是这个 party national 他就 控制了这个 在1907年了 然后就慢慢的再争取独立了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 米亚马 米亚马的话呢 他之前是叫做 Buma ok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 Buma的意思 其实跟米亚马是一样的 就是缅甸 缅甸的话呢 他们也是一样了 因为他们 before that 他们是被British给占领的 所以他们的 很想要从British 独立了 所以缅甸呢 他是一个佛教国 沙米布达 沙米是和尚啊 他们的和尚呢 还有一些 Golongan Bentani 他们是很讨厌这个 British的控制 Bentani就是农夫了 所以呢 这个Nationalism呢 是由这个中间阶层的 他们有受到西方教育了 他们呢就决定要对抗这个British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British 他们安唱 布达 侵犯了这个佛教的地位 因为佛教在那边是很有地位的 可是英国人接过好像就没有什么尊敬这个佛教 所以他们就反抗了 所以他们成了这个British 布达 一个佛教的一个团体 然后呢 就是为了 而靠干 Tradisi 布达 布达 就是为了捍卫啊 佛教的这个传统啊 教育啊 还有 母妈的这个文化了 缅甸的文化 这些是很重要啊 就是说 本来呢 啊 啊 在缅甸的那个佛庙一个传统就说 你们进庙一定要脱鞋子 可是英国人呢 他们就没有理这个传统 我们直接穿个鞋子进那个庙 所以就导致那边的人很不爽 所以就开始 利用这个一直够来 来 看到吗 他们本来是比较温和的 现在的变得比较 达比较激进了 就是有这个 这个人呢他就 比达达达了 so 他呢就 ok 所以他就是这个 他就开始要 然后在一九二零年 这个佛教的这个 和尚他们就 然后就成了这个 塞亚山的一个造反活动啊 就是反那个British so 所以这塞亚山呢 跟之前我讲的一样啊 也是受到很多农夫的 的指示 为什么农夫会指示这个塞亚山的这个造反呢 是因为 这些农夫呢 他们也是尽量很多的税务啊 ok 就英国人一直跟他们 拿税拿税 所以在英国 所以这些农夫很不爽啊 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塞亚山去 反的英国了 好 然后到最后了 ok 一九三五年 有这个 Bulham Bagaan Buma了 Buma的一个宪法 两个 Misa 跟Buma 跟India 因为Buma 跟India 是在 然后过后了 Buma 跟India 就正式 分开了 了 so Buma Bagaan 就是不能让 上干 和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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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 这个 有了这个宪法的话 就让这个Buma 更加朝向去 自己做政府了 跟马来西亚 一样啊 马来西亚也是要 一开始有Bulham Bagaan 才开始可以独立 so到最后了 有这个 安山 关念 吴奴 本来 地位 什么 该 Takim 两个人 说 断 阿拉伯 跟阿拉伯 马 Mesti 不 断 跟 阿拉伯 马 然后到最后了 有三个人 出来了 分别是安山 Kyot 跟吴奴 他们称之为 Takim 也就是 好像逮楼的意思 断 就是大佬 最大的 然后 他就 就讲 你们缅甸人 一定要 称自己为 Takim 因为缅甸人 缅甸是属于缅甸人的 不是属于外国人的 然后到最后 这个Dota Barmao 就 Mnang Nani 赢得了第一个 选举 在1937年 然后呢 正式成为缅甸的 第一个首相 我在他们这边 好 说发这缅甸的 这一派呢 你们要知道 他们一开始 是为了什么来 奋斗 就是 这个了 缅甸的这个传统 文化 还有教育 然后呢 艺术格式 也是很重要 让你们要懂什么是 艺术格式 OK 然后你们要懂什么 吴巴贝是谁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是本波罗 特干塞亚山 然后到最后 昂山 又是谁 Takim是什么意思 这些你们都要会啊 好 那时候 Vietnam 越南的话呢 是一个 共产党的国家 所以他们会有 共产党 一开始 他们是在 OK 这个 Garagat Nationalism 是由这个 Kolongan 绑沙万 和Bergava Deripa 的Kolongan Mendry 就是由越南的 贵族 跟他们的 这个华人 也不是华人 就Bergava Deripa 的Kolongan Mendry 就他们有学着 一个孔子的 这个教育的 然后的官员 他们呢 去建立 这个Nationalism 然后带领 这个Nationalism So 他们这个 Nationalism 主要是 为了争取什么呢 争取这个 Bermulaihan System Bermulaihan Bragia OK 我们希望能够 继续的让 皇帝做最大 OK 因为当时 越南是被 法国占领的 所以他们呢 也是有这个 Kolongan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 我们也是要 增加这个 政治的新决度 然后呢 也是要 使用这个 Geragang Anti-Prancis 就是反法国了 他们也是一样 有过过报纸了 这个Tribune Indish 跟 Klox Filly OK 为了 我们critic Bernita San Prancis 他们 他们通过 这两个报纸了 就 我们critic 就是批判 批评 这个 法国人的 这个残暴 然后呢 也要争取 越南人的 这个人权 OK 过了第一次 大战过后 Revolution Yantitukong Oledua Ali Ideology Nationalism 和 Komunism OK 有两个精神 好 So Nationalism 的话呢 是有这个 Vietnam Kuatang Tang 来带领 咯 至于 另外一个 就是 Party Nationalist Vietnam OK 叫做 Nian Tan Kuat OK 可是 Golongan Communist 的话 共产党 共产党的 分子 就有这个 Party Communist Vietnam PKB 它的领导人 是 Ho Chi Minh OK 你们有听过 Vietnam Ho Chi Minh City 吗 那个 Ho Chi Minh 就是这个 Ho Chi Minh 就是共产党 这个 主席 OK 受保证 Vietnam 当当 Prot Democracy Nationalism 和 Socialism OK So Party 因尼 Malantia 干 Prot Prot 当 1930 我们在1930 开始成立这个 就是造反活动 就反反国人 就把法国人赶出去了 然后呢 成立这个 Korajan Repropate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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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然后到最后 Ho Chi Minh 也是 透过这个PKB 成功的 让越南独立了 Prot Democratic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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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越南一开始 可以分成北跟南 就是北越跟南越 一开始 Ho Chi Minh 是在北越先独立 在那 在Hanoi那边 OK 然后他就成为 第一个president 第一个总统了 然后 那个时候南越的话 就还是 有 Francis 跟 Amerika 的 领导了 把到最后 Kalakan Malantan 本家 Habara Titeruskan Salinga Vietnam Vietnam Dipendok Pendok 把他到1976年了 然后到最后 他们在1976年 正式的 统一整个越南 就是南越跟北越 都一次过 以后这个 Ho Chi Minh 就变成一个 Republic Vietnam 变成越南共和国了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 越南的话 你们要懂了 他们一开始是由 Bang Sawan 跟Kolonga Mendrin 来反抗 然后他们也是 透过报纸 来反法国 增加政治的新决度 然后你们要知道 有两个政党 一个是Vietnam Katantan 一个是PKV Vietnam Katantan 甚至于Nationalism PKV 是比较 Communist 共产党的 然后他们就成功 在1973年 把那个法国人赶出去了 就这样子了 然后法国人 他也是有抓掉 Vietnam Katantan 的领袖 然后也处死了 Yen 他坏 把他没有 把他没有弄死 这个Ho Chi Minh 所以Ho Chi Minh 到最后也是可以成功的 把法国赶出去了 好 印度尼西亚 印尼的 印尼的话 看来他们是比较 一开始是属于 Ishu PKV 教育方面了 有这个Raden Agent Katini 他是一个作者 他就希望可以 满满 就干PKV 希望可以提升 女生的这个教育 因为之前女生 都没有办法读书 所以 他就有 剩下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 可能是个Norvial 叫做Kilang Galak Tepikan Galak 1911 Kaya 你 可不可以 地的 German Galak Basa 英文 和 Judu Lattles of Girvanese Princess 把它翻成英文 所以这一个凯亚这个作品他们就有讲到了 Mendehda干TASADISCRIMINACI BELANDA YAMENITAS TAMBANBAWA KEMUNDERAN KEMBADA BANGSHA INDONESIA 有讲到那个时候荷兰人怎样去迫害印尼人 当说印尼是由荷兰人来占领 OK,so,这个TOSAN NATIONALISMES OK,更加的俗信 Mohamadiyah 能够能够抗亚兰人 然后呢 这个印尼他们就更加有 俗信就是更加的完整 去反抗这个 殖民者 Mohamadiyah 能够抗亚兰人 捍卫伊斯兰家 然后呢 然后呢也是比较radical 比较激进一点的话呢就是 Sarikid Islam Party Comunist Indonesia 印尼的共产党 还有Party Nationalist Indonesia OK 可彬彬彬 Sukano Majati PNI 什么该 Sukano Bernaro 然后这个Sukano 把这个PNI 这个政党变得更加有那个 影响力了 OK 然后这下来上面呢就是有讲 印尼怎样 鼓励咯 有这个Congress Bermuda Indonesia 啊 啊 Majati Tongkat Nationalism OK 好 So 他们有就是有Dana Aya Satu Bangsa Satu Bahasa Satu Dana Aya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语言 啊 来让一个国家 让这个印尼可以单身了 So 到最后 Sukano Bern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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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onesia 也就是这个PPKI OK So PPKI 然后 我应该要加码 这个作者呢也是主要是有 讲当时荷兰人讲去迫害 那个印尼人了 然后就有这个Mohammadi 他们主要是捍卫Islam 然后比较激进的时候呢 就有party politics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啦 party communist Indonesia 跟party nationalist Indonesia ok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重要 如果你们要读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东南亚国家 泰国了 泰国的话呢 他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泰国是没有被认的一个国家给占领过 所以泰国他们的national nationalism 主要是 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比如说一开始泰国 他们是没有西方的那个bureaucracy 没有西方人的 没有西方的那一种政治体制 然后他们就为了进步 他们就开始引进西方的人进来了 看到吗 主要是捍卫自己的那个 国家的那一个主权 然后呢 也是要 呼吁让人民能够进去这个领导里面 因为之前泰国 所有的那种政治啊 方针啊 都是由泰王所决定的 所以那时候被人民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人民不可以 啊 不可以做政府 一定要有啊 这个泰王做政府 啊 所以呢 那些人们的泰国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泰国的 这个泰王来带领的 OK 啊 他们主要呢 是透过这个 Diplomacy跟Bomodernan 啊他希望泰国能够 有更加多的这个外交啊 就更加多的朋友啊啊 然后呢Bomodernan 能够更加的先进啊 所以这个王这个 这就是RajaMongkut啦 OK 阿们Bina Hubongan Bayer 等跟Gwasabarat 什么TBritish 美国的Francis 所以这台湾他很聪明啊 啊他会跟很多外面的 西方国家打好关系啦 比如说英国啊 美国啊 还有法国 So Bomodernan Mulakan Lankan Bomodernan Bomodernan 所以他一开始呢 他怎样使泰国更加的 进步呢 先进呢 就是说他实行 这个Bomodernan OK 啊 所以这Bomodernan 你可以看到 其他国家 啊 都没有自己 会要做Bomodernan 把泰国 他们会有这个想法 啊 啊 所以他们怎样去实行 这个Bomodernan 就哈 他们会 啊 带一些Bomodernan 西方人的一些 带一些西方人啊 来训练本地的官员 啊 Talan Bomod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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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Police啊 啊 让这些政府机关啊 啊 能够学一下西方人是怎样做的 啊 然后他们也是带一些Guru Daribara 西方来的老师啊 啊 And then来实行这个西方的教育 啊 所以可以看到泰国人 他们在很久以前 他们的头脑就比较啊 开放啊 所谓的开放就是啊 他们会啊 愿意接受西方来的教育啊 啊 啊 不像是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只是啊 要传统吧 Traditional OK So Langgara Bomodernan Bomodernan 啊 就遗传他爸爸这样啊 也是一样啊 啊 啊 Bomod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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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西方人 因为泰国他就是跟西方的国家很friendly嘛 然后泰国他本身也是有很多西方的制度啊 所以就导致啊 泰国就没有什么受到西方人的占领了啊 好像英国你看到英国他 当时对很多东南国家都想占占领的 偏偏就是没有占领泰国 为什么呢 因为泰国本身啊 跟英国的关系不错吗 啊 然后呢 泰国他里面也是有很多那种英国的啊 体制啊 官员在里面了 所以 当时候英国就没有想要去 占领泰国了 啊 因为泰国也不像啊 其他的国家 那么落后 啊 so 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就是 Nationalism OK 在人类的Nationalism 不是人类啊 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了 啊 什么是Bomodernan Raja Vijavu OK Vijavu 他当时候是一个比较 残暴的一个 君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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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王就完全是控装整个政治了 所以当时候呢 就造成有这个 这个 Night Priti Promo 还有这个 Phil Marshall Pipu 啊 当时我就称他为Pipu 啊 有个名字叫Pipu嘛 容易记啊 啊 这两个泰国人呢 他们就称了这个Pati Raya 人民党 然后也开始实现了一个泰国的革命啊 在1932年 OK 这个Revolucy呢 成功的啊 啊 啊 成功的推翻了这个 国王最大的啊 啊 以前泰国的泰王是完全最大的咯 像好像那个中国的王帝这样啊 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啊 啊 全部人都要听他的话啊 啊 把这个Revolucy过后啊 成功了推翻了这个泰王了啊 啊 啊 所以 从那个时间过后啊 泰国从泰王最大的变到去这个Raja Poppen Lampagan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Raja Poppen Lampagan里面呢 啊 泰王呢 还是有最高的地位啦 啊 他的权力没有像以前这么滑了 啊 比如说 啊 乌鲁山本WRAN 啊 泰王不可以 参入 啊 啊 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Bentapurlan啊 就国家的那种政治体系呢 是由 啊 泰国的首相来 领导了 啊 有点像马来西亚一样啊 马来西亚阿公啊 他是最大的 阿公不可以插手在 政府的做事方面咯 啊 啊 政府里面的那种 啊 啊 法律啊 体系啊 都是由 首相来 啊 来管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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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泰国跟美国有点差不多一样样了 啊 啊 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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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立线啊 这个叫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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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管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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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人还有中国人 Oran China 有华人来控制这个经济 所以当时候这个批误这个首相呢 他们就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 有了这个 来限制华人 去 做生意 在经济方面的控制 主要是鼓励 当地的 去参加 这个 去做生意 讲到这次世界大战呢 为什么泰国没有被日本占领 因为当时候日本 泰国还是跟日本人合作 泰国讲 给你一些地方 你们不要占领我 就好像 那个 之前那个 我们马来半岛上面 那几个州是有泰国 占领的 然后 然后过后呢 泰国讲 我这些州我送给你 你不要占领我的国家 所以日本就能占领泰国了 就是这样子来合作了 好 泰国这方面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们要知道的是一开始 然后叫蒙古 他为了 让这个泰国 不要被其他西方国家占领 他就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泰国的一个先进之父了 就 让很多西方的人来泰国 教导 那些西方人的 他们的那种 体制啊 比如说在Custom方面 Belabohan 财政方面 军队方面 甚至Police都有了 然后呢 他也是Diplomacy 跟很多西方国家都有这个外交政策 啊 然后啊 这里在人民方面 他们的主要是反抗泰国的王帝 泰国的 啊 泰国有权利啊 啊 到最后他们就成功了 把泰国变成这个了 Raja Populum 的案 然后第二个他们反对的就是泰国的经济 泰国 啊 有这个capitalist Barak 跟Orancina 给控制 所以他们也是有反抗这个了 啊 就这样子吧 啊 泰国很特别啊 他们是没有反之明的 因为 基本上泰国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给占领过 好 所以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了 啊 啊 所以东南洋国家呢 他们多数都是反之明了 除了泰国咯 他们是为了 Belab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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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老师就讲到这边先了 OK 啊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老师会继续的讲下一个 就是Belabohan Belabohan 而且在马来西亚的那是怎样的 还是一样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比较 欢迎你们分享 按赖啊 然后来也follow我的 channel了 所以有最新的味道 你们可以啊得到了啊 然后如果你们需要补习的话 无论是塞 或者是塞加了啊 for one to for five 我都有交了 OK 都可以pm我 的Facebook啊 啊 或者是进来我的这个 群组啊 pm我也是可以了 OK 好 是这样前了啊 各位同学们 我们下个video再见了啊 拜拜